当然各位在这个Eclipse里面 比如说第一题环境设定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请各位开启Eclipse 那工作区的话 我想他预设 预设工作区就是用的是桌面上这个 我们就用桌面上这个好了 反正将来你工作区在这里 你将来要搬的话 你记得要把他搬过去 否则的话呢 你即便做完了 你存在的位置错误 没有搬过去的话还是零分 特别注意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暂时先在练习的话 是在桌面上有个Java目录 按确定 那请各位等一下的话 也是新增一个什么 新增一个专案 那专案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 这边专案名称 我是给什么TQC TQC底线Java 那看你们的名称要不要改 不改的话就跟我一样 OK 然后使用环境的话 当然考试基本上应该是1.4 我觉得1.4太老旧了 这开发起来没什么意思 那1.7又太新了 其实有些class有一些变更 所以呢我们这边折中一下好了 尽量就是用1.6 如果你用1.7也OK啦 只是说我建议是用1.6 比较不会什么一些奇怪的问题发生 OK 然后呢建立之后的话呢 按完成 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这个我按完成之后的话 这边就会产生一个新的专案 然后展开来之后的话呢 就会产生一个一个source的资料夹 你按右键 你可以先新建一个类别或者套件 不过套件因为我们不需要给一个名称 所以呢直接用类别好了 他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预设的套件 那类别名称的话呢 因为我要第一题 所以我们就按照题目的要求 应该是JVD01 不过因为每一题 如果第一类全部都JVD01的话 那会冲突 所以你就把它改成JVD101好了 101 然后按一个完成 那这个地方 在完成之前 请各位把继承 obstray的方法打勾取消 然后呢 记得打勾这个 这个是 我们的man 他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man JVD101 OK 然后呢 然后这个地方打 其他不用打勾 那预设这边也不用打 按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新的类别 类别 那会自动会产生一个预设套件 放在里面 我试一下 OK 新建 新建一个这个类别 然后里面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就说怎么样 可以 来完成这一题 101 OK 按错了 这个地方应该打勾 好 那如果没打勾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再再把这个地方再把它打上去 OK 再增加一个man进来 OK 大概是这样子 那等一下我们来逐 逐格来看一下这一题要怎么做 好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你们只有这个纸本吗 自行操作 OK 这个这个纸本你们有印吗 没有 对这个纸本也没关系 看来 如果大家不想做 就说